穿着靓丽性感黑裙 大秀舞蹈 当年师傅张晓燕提拔 带着桃子合体 主持了四姐金曲 都还是会发抖 会害怕 怕讲错话 但就有晓燕姐在身边 你就会觉得 反正由她顶着 心情会比较稳定 那后来就变成自己一个人做 遇上生命中的贵人 在凭着自身努力 桃晶燕成为典礼御用主持人 至今主持过12届金曲奖 补了发想心梗 典礼上的各式意外状况 也考验着主持人 王力行 告诉大家是 王力行的王力宏 王力宏竟然上台了 拥抱一下好不好 来来来 瞬间就是脑袋是空掉 然后就等办 然后我就 我那时候形容是 我看到一个 好像盒子弹的人这样 在面前暴脏 然后你欣赏 什么样的 王力宏悟听跑上台 桃子机智化解尴尬 故隆事件成为几个片段 大家好 是陶晶燕 想知道金曲三十的更多秘星吗 请锁定TVBS当掌声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